在西方是一个显学 就是那时候有开始被抗论 因为之前空间是没有人 把他跟性别做联系的 但是其实空间它其实会带着 空间本身是一个权利 我怎么设计你就市场被控制 你必须按捺使用 这个权利是在谁的手里 以及这个空间真的使用的方式 是男性思考和女性思考 是有差别的 因为传统的设计师 基本上建筑或者设计这个行业 传统上是个男性主导的行业 所以他在那个思考的逻辑里头 其实还适合城市的规划 其实都是男性的规划 在这里头其实会 我自觉地会有时候忽略掉一些 男性会以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其实其实不不必然 那女性有时候就必须配合一些东西 空间的规则 假设什么是最重要的空间 那男性跟女性思考不一样 女性可能认为餐厅跟厨房是最重要的 男性可能是认为客厅跟外面 连接的空间是最重要的 所以你的安排上 次序上就会不一样 因为大陆男性在住到空间 都市的时候它是会以效率为主 对 她会认为如何把一个都市 效率到最快最好 那女性可能会考虑 她的小孩的安全 她怎么样有一个舒服的 一个放松的 不太一样的思考 那两边都需要考虑的 其实也是跟使用者的个性 也有相大的关系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用空间的 大方向的规划来看的话 人这个使用者 其实它不分男女下 它是有一定的就是说相同度 比如说空间的尺度 动线或者是法规的部分 那如果你今天是从空间的视觉 来探讨的话 这的确会有不同 那因为我知识所做过 比较多的空间的类别去分析 比如说今天是做商业空间 住宅空间 还是销售的空间 都会有不同的探讨 那如果今天从我居家去讲的话 不管说是很细的来看待 今天是设系 材质的细密度 家居或deco 都会有所不同 因为文教授他教学的是 艺术以及设计这一块 所以不会就是很局限在 比如说我今天是工业设计 或者是建筑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底子之下 我们把一些基础打好 所以他们如果在网上 就是研究做研究生的话 可以在细想自己想要走的路 我觉得这个很棒 我们下期再见